台積電創辦人張中謀分享兩天 颱風架行程 台積電先前聲明 防台措施是例行公事 讓外媒很驚訝 董事曾凡辰 老神在在 台風對神山營運沒有重大影響 不過三三會理事長林伯峰說 全台放一天颱風架 經濟損失至少315億元 對不少雇主來說是負擔引發討論 經濟損失多少不是這麼一個簡單的數學 我不是在挑戰林伯峰董事長的智慧 他是我的好朋友 奇怪 KTV都滿座 然後百貨公司周年金 還湧入更多人潮 這裡也是也有經濟上面的貢獻 蔡敏忠認為放台風架 反而能刺激部分消費 至於張中謀 在台積電法收會前夕 選擇三間齊口 蔡敏忠你覺得放台風架 對於經濟的影響大嗎 沒有 我沒什麼話 我還有一話 就簡單一兩分做就好 不好意思耶 這是人家的主場 颱風天因為一句快來逛街 惹出爭議的101董事長賈永傑 被問到敏感議題 也不願多談 颱風天放不放假 呈現兩難 大老闆也不需要 如此的放大 一兩天這樣的一個 可能因為天氣 而無法出勤的 這個偶發事件 我還是要提醒說 生命的價值 高於盈利的價值 一場山陀兒颱風 讓全台連放兩天假 意外掀起 勞資論戰 三例新聞 華少平一例停台北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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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